我們先說回香港話題 現在周冠威 你也知道了 導演 十年的導演 周冠威 放幻愛的那個片 都現在被告5GG599 這個你怎麼看? 還有現在 似乎香港的藝人都被政府針對 電影界有無限期的追殺 所以那一陣子大家都擔心 何韻詩、黃耀明、周冠威這些 怎麼說呢?會不會政府都有些想 不知道想怎樣 可能大家在想 所以你站在加拿大 你怎麼看? 我看了周冠威導演的留言 當然大家對於周冠威那種內心的情操 大家都很了解 我相信看過《看中國》 看過你做訪問的 或者看其他頻道那一陣子 因為那一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電影 在康城裡面拿到入場 就是最後放映的那個 就令到香港的歷史可以做了這件事 而且它能夠很細心地將沒有暴露過任何一個幕後的演員 或者沒有幕後的工作人員 將那些資料就全部在外國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細心的一個人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其實我想暫時共產黨在香港雖然很橫行 我想周冠威導演 我看了他立場出來 就是剛剛在那個區議員那裡 一個私人地方裡面放這一齣叫幻愛 其實一齣愛情片 是不是? 就找他去分享 我想大家要留心周冠威出來 當記者問他 其實他跟記者從來都不記位 問什麼答什麼 我留意到的呢 周冠威導演這次呢 他知道自己已經被人釘著了 你想一下 那個場地40人而已 一個私人地方 而且是分享一齣愛情片 一個愛情片 但是你看到呢 沒多久放映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會鼓掃發生那些口角呢 就是說周冠威分享這個的時候 就已經有警員 有食環署的人 或者政府的人員來 就是說政府已經派了人 或者國安已經派了人 是留意的周冠威導演的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 我現在相信周冠威就說 很多人就說 你到底會不會離開香港啊 會不會什麼呢 他講得很清楚 他就不會 他不想因為這種東西而帶給他恐懼 但是代不代表他不知道他有多危險呢 你從他的訪問你就知道 當人問他說 那些人上到來這個地方 給了一張599G的罰款給你 可不可以給大家看啊 他做任何事情呢 都已經很謹慎 他說不用了 大家都明白599G是什麼 你知道做記者希望 譬如說 拿著罰告票 這一張是這樣 你知道這樣是一個很高調的行為 譬如說你在做一個 明明是電影分享 私人地方 那不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但是你都給我599G 這樣好像很不公 其實某程度上再跟這個政府一個很強硬的挑戰 我想周冠威導演是希望他繼續 在一個你說共產黨都合法的情況下 他說他能夠做自己的事嘛 我去分享會 你給我告票 他也有說到的 他說是呀 我都不明白一個私人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呢 法例不是這樣寫 他只是說了這麼多而已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字女行間 周冠威導演的那種謹慎 而謹慎得來他仍然有那個自由 這是一個智慧來的 他一點都沒有怒氣的 你看見他沒有怒氣 但是他就有說了一兩句說覺得是很荒謬的 因為這個地方明明是一個私人的地方 哦 原來他們所犯法就說他什麼 要沒有載歌載舞嘛 沒有跳舞 又沒有唱歌 所以就變成了限聚了 如果你有載歌載舞的室內 就好像是一個表演的地方 那就沒問題 商場經常都有載歌載舞的那些 不同的商場的功能 奧運的時候 他最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一個室內的地方 私人的地方 然後那些記者也都問他 這個地方其實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他也是這樣說 這個地方就是那位區議員邀請的 他自己純粹是來分享電影 他就很集中說自己每個市民 就算在《國安法》底下 就算在這個政府這麼苛刻的那些條例當中 他也是在做一個香港人 應該在法例當中沒有犯法可以做 突顯了 如果你真的抓我的話 你就真的無法無天了 所以我就見到周冠威導演 其實他挺難的 香港人在一個 你想想 被人隨時跟蹤你 知道你 我猜這些事情都是網上都知道了 那就是那個議員一登出來 就有人知道了你那天一定在那裡出現 而真的出現了 你就見到越是持一個公義態度的人 他其實拍出戲出來 只不過拍了一出 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共 嘟口嘟鼻的一個電影出來 你就被釘上了 正正就好像何韻詩一樣 你看到《星島日報》就紛紛用一個很大的蝙蝠 這一點都不是《星島日報》的作風來的 以前雖然你都知道他是偏頗 轉了手 換了一個老闆 一個地產的太子女 想不到之前那幾天就成為了 好像大陸的喉舌報那樣 幫忙抹黑何韻詩 好像想入他罪了 兩天前 昨天《大公報》又是同一件事 大視蝙蝠 說何韻詩怎樣怎樣 612那天還坐出來 你又見到這樣 不過幸好大家有留意一件事 在美國裡面都已經將《星島日報》的美國版 定性為一個外國的代理人 外國的代理人就是什麼呢? 這個報紙沒有一個中立的新聞態度 你基本上是幫一個人說話而已 那個就叫做中央喉舌 就是他講什麼 要抹黑什麼 這個恐怖的情況就是他一開始寫的時候 以前就覺得不用理他 現在好像是一個預告那樣 預告如果有誰繼續說呢 你就會被抓了 其實所有這件事都會令我們擔心的 不過我們就… 所以周冠威導演那裡我很佩服他 佩服他的平靜 以及在一個這麼緊張的情況當中 他都不忘有自己的和那個影迷 可以大家交流 你看到他裡面有很多笑聲 不過在很多笑聲背後有很多嘈雜聲 他不可以說有一群瘋狗上來了 他沒有說這些話 是不是? 如果這樣這麼斯文的一個人 這麼單純的一個人 你政府都仍然要他最終叫做犯法的話 公道自在香港人的心 是不是這樣? 講一下香港的藝人 我講一下大陸 上次我和你提到大陸的藝人趙薇 大家香港人都熟悉是環朱格的那個主演 現在他好像麻煩都還沒去得到 似乎現在他的帳戶都被封閉 好像王妃的帳戶都被封閉 好像有些消息傳出 他們都失聯絡了 其實現在你們演藝界對這些事情都是挺敏感的 演藝界對這些事情 如果我以前的演藝界就很緊張了 但其實對於如果香港人為香港人的一幫香港市民 我們站在公義那邊 其實都是時候他們出來走就預了要還的了 因為為什麼你的利益從來都是來自人脈上高的關係 不論是政府啦 大陸的官員啦 大陸的家族啦 甚至乎一些大陸當時很扶持的生意 包括馬雲的阿里巴巴啦 一直以來他們都賺很多錢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裏面的數字是在簽一個合約 一出劇是在講一億幾 我們最近才知道啦 是不是? 看回公佈的數字 很難得你看到中國將他們賺多少錢 瞞了多少稅 很仔細寫出來 基本上趙薇都沒有公佈他有什麼犯法 就是講回他以前而已 以前什麼玉華事件啊 他的旗下藝人又去參拜政國神社啊 出現啊 那這些呢 其實如果說真的 在一個自由社會裡面呢 很荒謬啦 那你要是有證據 即時說 那趙薇就是我要封了你的帳號 就暫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他們中間有些事情 到底你是不是跟馬雲好朋友啊 就是你看到一個政權 到你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即他就算以前你和你幾利用你都好 或者你利用他賺了很多錢都好 包括用你的慈善啊 用你的知名度啊 幫國家去了無數的春晚啊 就是拿多少金雞獎 多少真人秀呢 其實到最終國家覺得你 有些事情是不適合現在的他們走 走的那條路線呢 他就要停了你 然後就有其他的藝人 包括鄭爽啊 這些比較你剛才說黃飛啊 其實我想他們預料了 其實他們只是一隻棋來的 大家又不需要想是不是很震驚的 其實從來大陸做演藝界都是說那些 我認識誰啊 包括愛奇藝啊 騰訊啊 樂士啊這些 大家很熟悉啦 是不是 其實現在還是很相信大陸裡面 合拍片的那些人 就是說你和大陸一起合作 你就要聽他完全一百分之一 還有他要轉任何東西呢 他不用通知你 但是也很恐怖啊 你見到他封殺了一輪 好像似乎已經絕望的時候 只要講好數 幫國家肯做事的時候 他又會彈出來 立刻沒問題 立刻繼續賺錢啊 幫國家上去代言說很多話 那恐怖是這裡 我經常覺得 不知道Lucy 你來自大陸裡面 你覺不覺得其實那個中國最近 你見到那個叫共同富裕 跟這個都有關的 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問他們拿錢 是你見到他們要批評一些明星 不可以追星啦 對於飯糰那裡你不可以課金啦 因為要有好的品行啦 好像很有道德這樣 是不是啊 就是叫大家用理智 你有幾可見到中國是叫人用理智呢 你記不記得有一輪呢 就是H&M啊 阿迪特斯啊 就是在抗議他們用新疆棉的時候呢 他鼓勵一些群眾不需要有理性的 總之反對他燒掉了那些鞋子就對了 不過當然大陸的人呢 就表面上燒掉它翻版啦 然後保持那些啦 這些是很可笑的 不過呢 你見到自從鄭州也好 見到頻頻這一年裡面呢 整個中國裡面已經那個經濟是很弱的 那你想想 弱的時候飯又不夠吃了 其實整個中國共產黨最怕的東西 就是包括這個我想經濟是最重要的 如果當那些人民開始 包括那些農民或者貧窮線那些呢 喂 飯又不夠吃的時候 最怕就是人民去反對政府 我們沒有飯吃嘛 那到底去到這一步的時候 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它的集中力不要看到政府的不力呢 或者沒有錢不夠呢 第一 外國就不給錢它賺的了 第一 在香港就有很多評論講了啦 就希望在香港那裡人民幣通行啦 希望拿些錢啦 第二 就是那些大的公司 你有什麼錢呢 你貢獻了給這個共產黨先 但是其實這樣的情況呢 你想想很多小市民很開心的 好像看花生那樣 哎 你們賺這麼多錢 你們都值得的了 那反過來 趙薇呀 林心瑜呀 鄭爽呀 這些范冰冰呀 全部呢 就曾經是一些很超級一線的巨星這樣 那現在被人這樣整治呢 整頓呢 其實那些人又看得很開心的喔 是不是 都說了你啦 你賺這麼多錢 你當然要什麼的 那它的集中力就不是看到政府做得不好啦 還有不夠錢啦 它內部消耗啦 那你見到當政府的錢不夠的時候 它就開始最怕人民是很集中 看看為什麼政府會搞成這樣 是不是你的政策不行呢 是不是習近平的管治管得不好呢 裡面很多反對的聲音呢 怎樣可以令到覺得國家裡面是很安定的呢 你看到它最近很溫和的 共產黨 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呢 它推出的政策全部都是 但是大家記得 連打針都是喔 打針 大家不用一定強制打針的 最緊要就是大家想清楚自己想打才打 很奇怪喔 什麼共產黨可以這麼被人民選擇的嗎 打就打啦 封城就封城 慢慢就是你看到 藝人吳亦凡這些呢 突然間很高調就鎖住它呀 有些人說它死刑呀 接著就說香港你們不要偶像崇拜 就是不要讓那些人有一幫很大的群眾 跟著它那些叫做followers呀 就是那些鐵粉呢 那現在就是 我想它不想 你想想我們這麼久以來 最令中共會做事的就是 很多群眾跟著某一個機構 或者跟著某個人 它現在是很擔心任何一個人 只是出了一句聲說 喂 中國這次真的經濟很慘了 在這個強硬線狼政策裏面 他們都令到 即是娛樂 它要用娛樂去令到大家覺得 趙薇都要被人罰啦 哇 是什麼原因呢 讓大家很好奇 什麼事呢 你都想知道 我都想知道的 我想藝人不是害怕的 為什麼呢 大部分香港藝人都賺不到這麼多錢的了 也都希望那些去北上那些 最近譬如石斯曼 胡幸宜 陳小春 這一堆 謝天華 張志琳這些 喂 其實你上去是有個代價的 麻煩你看一下了 即是說 將來他們想繼續賺錢的話 只能夠配合中國共產黨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說什麼就說什麼 如果不是你賺了這麼多錢呢 它都有一個方法拿走你所有的東西 這個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這個感覺是被人 是共產黨要不單是告狗賽 它就要轉移一個視線 以及幫這個社會去幫它回後穩 這個感覺在裡面 你覺得有什麼 是啊 不想人看到它自己 你想想 鄭州之後 百孔千瘡 其實大家都覺得 哇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想想 如果裡面的人民 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死這麼多人都可以 這是良知來的 雖然我們說共產黨裡面 其實人民都很慘 因為人民從來長大成人的時候 他們沒有得接觸外面 所以他們突然會醒覺 你想想人民醒覺 就是共產黨就是擔心的時間 你想想最初毛澤東的時候 他慫恿農民是什麼 你看那些有錢人 你想想現在那件事 是不是在重複毛澤東用那個招數 你看毛澤東那時候就說 我們吃都沒得吃 不如我們去爭取我們可以 讓大家平均分配 大家都有飯吃 然後就強起來了 鄧小平就說讓一小撮人強起來 現在習近平是什麼 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一起共同富裕 很好聽啊 就是說你說共產黨的那些叫做共產 說出來很害怕的嘛 共同富裕很適合 那哪些人最開心的 當然不是有錢人 當然不是富裕的一小撮 就是所有人好啊 那是一個農民毛澤東的2.0 就說如果不是就用一些比較貧窮的大眾的人 去攻擊那幫人看花生 你們是時候要有些錢出來 那就將那些公司拉下來了 所有的影響力慢慢就大家平均分配 但是從來那些官員啊 習近平啊政治委裡面那些人 他們幾多人在外國幾多物業 從來不用公開的 是不是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是人民不要醒覺 最重要的是用人民去反反本地有錢的人民 或者有錢的明星 你們明星現在是不准追星的嘛 就是全部都要經理人代理說 你不可以發放你的照片出去的 是不是啊 所有電影是有了指引的 就是國家要你拍什麼做什麼呢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一路以來共產黨要控制那個傳媒就是這樣